好我們接下來要繼續來講下一組 我們來介紹下一組 下一組呢我們的第五組 這部作品 這部作品是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一系列的一個作品 那如果你有看過Fate Stay Night 中文的翻譯好像叫命運永住之夜吧 就是中文的一個翻譯 就是在台灣電視台OBAN的時候 台灣電視台的時候播過的 Fate Stay Night的前傳小說 原本是他的前傳小說 後來呢在2011年的時候呢 就把它改編成為了動畫版 講的是呢在Fate Stay Night之前的故事 第四次的聖杯戰爭 那在今天的第五組的這個參賽者Winz跟主公呢 將會用舞台劇的方式來呈現兩段故事 而他的角色呢 當然在整個Fate的系列裡面 有非常多很受歡迎的一個角色 其中最受歡迎最有人氣的 我想莫過於呢是SAVA的這個角色 很多人都很喜歡啊 那在這個在Fate Zero當中呢 SAVA呢是由衛公切絲 所召喚出來的從者劍兵 對那他的真實身份是亞瑟王 就是從歷史當中的很知名的人物 而另外一位呢是Lansa 對今天的另外一個角色是Lansa 在Fate Zero當中Lansa呢是由 Katniss L. Melio Archibald 所召喚出來的另外一位從者 槍兵 這個角色在歷史當中也還蠻有名的 在愛爾蘭的神話故事當中是一個英雄 叫做迪爾姆的奧迪娜 接下來 我們就以熱烈掌聲來歡迎第五組 Winz以及主公他們帶來的Fate Zero Winz以及主公共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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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對 這樣還是攻不下來的嗎 心裡有時候有一個對象防具 不過能解開的功能將會赤傷 赤傷神的武裝 想這樣嗎 嗯 好 這種惡情 我最無法的 我 你起始之命 起始 這天天不可 此時必須勝出 在這天天不可 是我們所欣賺的旗時高的這個聲音 將給我白兩聲 此刻 我以我的電子 誓約勝利 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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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 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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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對於哪個從者 都是一樣的 我想 儘管是我們一決勝入的時候了 現在 也不一定有鬥志 也只有你 為你 為何 極致艾爾索西強壁 為何 奧納 千萬挑戰 極致艾爾索西強壁 奧索西強壁 既然 你沒有故事的保護 就應該帶子男士的控訴 怎麼還挺大 這四個代 三七個 這是一三重目的 先說我八點 到後來接受自己的事 這三重目的相對 必須想要所有領袖的神秘 所謂之之心 如果 在這裏靠近了 我的戰法 你決定是 只是要我想上對 戴爾瓦奇波爾的家的榮耀 全部都別死掉嗎 說得好嗎 不想說 靡靜… 靜靜に奠め行く 靠遠記憶 の中 聞き過ぎした証是 確實力 changing ここにある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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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的 参加者 Wings 跟主播的 Sever Tam Sa 來來來來 先邊接手我們往前站一步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剛剛好多人有WOW的一次沒有聽到嗎 還是你拍專線其實沒有聽到 那個SEBA那個劍再來一次 那個再來重現一次WOW的那個場景好不好 一二三WOW 在黑暗當中看到這樣子的劍 真的是真的會嚇一跳 真的有放絕招的一個感覺喔 那非常精彩的一個武器 兩個其實在這個武打裡面排練了很久 因為其實看起來的武器這樣很不錯 而且呢一樣後面的影片喔 除了配音出來發現有人不得唱歌的 唱歌的是Lanza 我站到這邊來 您還要扶著唱歌喔 Fate裡面Lanza是不唱歌的 所以您要扶著唱歌 您那時候為了這個練了很久嗎 就本來就有唱歌的音樂 OK所以呢這次就乾脆直接使用到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棒的一個結合 他們為了他們自己在舞台上的一個表演的演出 不單單只是呢 胡打不單單只是服裝 他們的製作的影片也不單很久 所以他們還要自己再錄個 非常的精彩 謝謝你們 謝謝再次的給第五號參賽者 WinCity主公 熱烈的掌聲謝謝 WOW配樂而且很好聽 大家可能比較沒有聽得很清楚 在這部作品的配樂是由知名的作曲家 維斧尤記所擔任的配樂 之前前一陣子有來台灣舉辦演鬥會 如果有機會的話 大家可以聽聽他的配樂 非常非常好聽 我很喜歡